这可能就是丧武士育儿 女人告诉丈夫 女儿在学校点火 还用石头砸伤同学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丈夫就说 那你咋不好好管他呢 女人说自己和他谈了 可他就像没听到一样 根本不回应 丈夫瞬间来气 大声斥责道 你可是母亲呀 这点事都干不好 你要去理解他的想法呀 牙艾兹也来气了 战起身说 那你来 我是笨蛋 我搞不懂他 你也是他父亲 你和他去谈 犹太郎说道 那你能代替我的工作吗 能代替我和胡搅蛮缠的施工坊打交道吗 能帮我出工程方案吗 你面对的不就是个孩子吗 你怎么还不满足 牙艾兹回答 就因为是孩子 他听不懂道理呀 就在两人争吵的时候 公公婆婆 还有女儿都下来了 在说说更伤害女儿的话之前 婆婆叫出了牙艾兹 看到无法交流的女儿 现在又来一个不懂自己的丈夫 牙艾兹崩溃的哭了 夜里他睡在了孩子屋里 犹太郎翻看了牙艾兹的笔记 几乎每一页都在记录女儿服酒的事 他突然感觉可能自己想简单了 第二天起来 他说今天自己会早点回来 牙艾兹依旧没有消气 说道我自己生的女儿 还是我来吧 由于女儿的异样 已经不被允许去学校 等到所有人都走后 牙艾兹带着他 服酒开始了十万个为什么 水壶盖为什么会晃 为什么会有白色气体出来 牙艾兹解释是因为蒸汽 服酒立马问 那蒸汽又从哪来 牙艾兹招架不住 把公公叫来 让他帮忙解释 从水蒸汽到力学 公公绞尽脑汁 才算应付了小孙女 牙艾兹也突然明白 原来女儿一天到晚一声不吭 是在思考这些问题 只要不胡来 就让他在家自己探索吧 就在这时 丈夫的同事跑来 说丈夫受伤了 此时犹太郎正在医院等待包扎 医生过来后 他眼睛瞪得老大 竟然是出联柜子 柜子说自己才掉来这边 这和他们分别时的规划不同 犹太郎有太多疑问 祝那和谁过得咋样 柜子回答不用担心 就在这时 护士报告病人家属来了 犹太郎被牙艾兹接回了家 可他心里却放不下柜子 到了第二天早上 因为要去换药 犹太郎是又激动又忐忑 一反常态的表现 并没有让牙艾兹起义 到了医院 他问柜子为啥改成原来的信了 柜子回答 老公村井已经去世了 两人聊了很多 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 没早的换药 成了犹太郎最期待的事 虽然只是聊聊天 但回到家 犹太郎有心虚的不行 终于有一天 牙艾兹去工地看犹太郎时 无意间看见了柜子 他瞬间就愣住了 主管过来时 牙艾兹问刚才那是谁 主管说是犹太郎的医生 早上犹太郎便当往医院了 人家给送了过来 牙艾兹瞬间就明白了 怪不得犹太郎 每天那么开心的去医院 这天晚上 他追问此事 犹太郎说 就是老有重逢 牙艾兹问他们小时候的事 犹太郎说 自己答应柜子 把小时候的事当秘密 如果你那么介意的话 我以后就不去找他换药了 在这之后 犹太郎还真没去 柜子反倒不适应了 几天后 去找了犹太郎 可能一开始有无限期待 可见到后 柜子说 是自己得寸进尺了 他要犹太郎 替自己给牙艾兹道歉 随即就走了 夜里公公也开导牙艾兹说 犹太郎能娶到你是他的福气 你在他心里比谁都重要 牙艾兹也基本放下了 本因为此事到此结束 可没想到 犹太郎夜里说梦话时 竟然叫了柜子的名字